西北三消息 朱芳宇敲定重要签约 周期去向更新 扬名大手笔留言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 那么最近呢 西北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新赛季的备战阶段 在这期间呢 其实各大球队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动态 接下来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 西北各大球队呢 发生了三个重磅消息 首先第一个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 朱芳宇呢 敲定重要签约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也知道 那在近期的广东队也传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绯闻 甚至有一些谣言说啊 广东队呢有可能有球员呢要发生离队 而我们也看到广东这边 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传闻出来 但是朱芳宇这边整体的计划呢 却是没有变化 也没有受到外界的一个影响 就在最近来 那么朱芳宇呢 为了能够进一步呢 加大他们情绪的一个人才储存库的话 也是在近期的和广东实验中学呢 完成了一个重要签约 这个这个重要签约当中啊 他们也是联合广东实验中学呢 打造一个校园篮球队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 接下来在未来呢 挖掘到更加多优秀的人才 能够帮助广东清训这边呢 增加更加多优秀的苗子 所以可以说从这点当中其实能够看得出来 朱芳宇包括甚至是整个广东队 他们的思路是一直没有变化的 就是呢着重于清训计划 希望通过校园篮球能够挖掘到更加多人才 在将来呢广东队才能够处于不败之地 所以这一点呢广东队在整个CBA的各大球队当中呢 做的确实是拔尖的 第2个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周琦去向更新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周琦啊在 完成本赛季的征战之后呢 很多球迷也一直非常的关注说 周琦下一个去向到底要去向哪里 下个赛季到底要加盟哪个球队呢 毕竟呢周琦作为大魔王也是中国南篮目前呢 非常拔尖的一个内线球员他去到哪一个联赛哪一个球队呢都将会是一个重大的看点 那么在前段时间呢有啊媒体博主爆料呢接下来周琦有可能加盟上海队 所以这个消息呢其实啊也是引起了外界的一个关注 但是就在最近的针对这样的一个消息的话周琦的经纪人虽然啊 却在社交平台当中的评论区呢去回复 质疑了这个爆料的博主 那么去讽刺了他 并且的话让外界觉得呢这个消息啊并不是特别可信的 所以从虽然的经纪人这番表态当中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呢 这一次周琦的去向问题是有了更新 但是呢并不一定呢会去上海队 接下来 可能会留在上海但是呢也有可能会去到国外 那么最终的一个结果呢还是需要等到周琦的团队来进行官宣 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而言的话接下来呢 如果有谁爆料说他一定要去到哪个联赛哪个球队啊 这个消息呢多半是谣言了 我们还是应该的以官方的消息为准 最后一个消息啊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杨明的大手笔留言那个情况 就在最近的根据啊辽宁队这边上个赛季的一个外籍训练师华来是在社交平台当中呢发出了个巨型动态 他表示呢自己目前已经和辽宁队这边呢完成签约了下个赛季将要继续辅走啊辽宁队的争夺更多的好成绩 继续争夺冠冠军 所以可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也看得出来整个辽宁队的一个整体思路非常的清晰 他们也知道上个赛季夺冠的幕后工程呢和这个外籍的训练师能够让大家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在本赛季到来之前的话那么辽宁呢包括阳明这边呢也是最终呢用很好的一个诚意来把他们的训练师呢给留下来 所以对于整个辽宁队来说在下个赛季呢也能够有更加好的一些人才呢保驾护航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祝福辽宁队能够在新的赛季取得更好的成绩 最终呢我们也祝福这西杯各大球队能够在新赛季到来之前呢有确定的一些影员动作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阵容呢 去开打下个赛季的比赛 这样一来呢西边的下个赛季的竞争呢才会更加精彩更加激烈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脑球拜拜